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 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的在场外 向全世界发出和平诉求 希望正义人士挺身而出 共同制止中共长达14年对法轮功的迫害 以及残忍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促进人权是本届联大的重要议程之一 在全世界范围内 侵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的罪行 依然广泛存在 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尤为严重 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 自1999年开始 至今已持续了14年 每年联合国峰会的时候 法轮功学员都会来这里来请愿 14年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一刻都没有停止 来到联合国前请愿的法轮功学员中 有不少人曾在中国大陆亲身经历酷刑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北京天安门 开始是一个地方就是背靠 背靠然后以后呢 又给我换一个人 拖到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 就用棍子打 打折了两根棍子 来自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孙景芳 提到十多年前 令人屈辱的酷刑殴打 仍然记忆犹新 第一次实际是在北京 就是那一次 他把我关到一个没有人的屋里 我想我在按照真善人 做一个好人呢 他怎么这么打我 打了我的脸哈 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下 这一半脸就整个量就肿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邪恶 酷刑只是迫害的手段之一 据追查国际组织调查取证 中共政府的公检法系统更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贩卖 从去年以来 美国政府报告已多次明确关注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 法轮功学员希望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他们的遭遇 这是人类 这个道德良知的保卫战 我但愿所有的国家 政府和所有的正义人们立即站起来 新唐人记者林兰采访报道 政府 武器官 rolling 柠檬 中刑 楼